歡迎大家收看《茶博士怪論》的預告 復活佳節,不過有很多新聞 何時開始?復活節 今天開始 今天嗎?三月份嗎? 是,那是流動的 不是歲月的 幸好復活節會清明前後,復活節 是啊,但每一年都可以不同 慢慢說,復活節有很多新聞 現在說敵拜王子,5億巨款 來香港開辦事處 臨開,即今日開 突然說不來 我沒有這件事的印象 因為他們說謊了算數 幾乎我們都沒有,逢中亞、中東 你一成都雙目失明 逢這個世界,最低反而複蝕就是有錢人 不是怎樣的 這個我們在世界上的經驗 特別在周朝也試過 我不是叫了《不無棄言》那件事 知道嗎? 說封一給別人,封他弟弟 沒有嘛 你在世界上,人家已去過 我會說那些人,特別有權位,有地位 那些 你在近代也是 沒有的 很少有這些人 這些真人 很少 但我看角度不同 現在香港政府高調宣傳 高規格接著 他們有哪件事不高調 不要吃兩顆魚蛋都高調 我們說事實 根據國安法、23條、國家憲法 凡是看到有不正當的問題 或涉及國家危險的問題 分化國家的問題 因為他們出了法例 要我們中國公民申報 一督勾你背借 告訴中央我們現在不用了 現在公開講 我懷疑你們會破壞社會的汪泉 亂七五搞 是否這麼簡單 到你了台長 我想想這位王子 是否真的王子 又不可以說 如果這樣就大領下 沒有財政司要拿去打一把 沒有大挪大鼓 中國已經中招了 是嗎? 很久以前 是嗎? 我知道中國 國民黨時代也有 大陸時代也有 扮領到軍區司令去打 在大陸 在國內 有領埋軍營 有領埋辦事處 招考解放軍 你不要收多少錢 有領埋制服 你都笑領死你 香港試過 律師樓是假的 香港很多單 有真有假的 有個戴子華 都做了假律師很久 後來被告了 對嗎? 不只是假律師 假律師也有 弄完一張照片給你看 是呀 用甚麼來弄 現在淘寶屌 你不要叫人做 幾十元一張 但難度是哪裏呢? 你的鬍子 你看全部的鬍子 你很容易黏的 你找一下黏鬍燦 現在黏鬍燦死了 三郎我那個最厲害了 他專門在九龍城 幫那些脫衣帽的小妹 貼那些雞毛 貼下皮的毛 貼蘇橙 所以很聞名 有這樣的東西 有 黃毓敏跟我講過 那些 貼蘇橙 三郎案 那些脫衣帽 出來 跳脫衣帽 她貼得漂亮的毛 然後拔掉兩條出來 聰明那些觀眾 那些裝修佬 你不要 故你這樣撿掉了一條毛 就拿回家睡覺 人家遷你送鵝毛 遷你送鯉毛 遷你送鯉毛 嚇死你 這些那麼刁鑽的事情 我們真是不懂 你們年輕了 沒有那麼多經歷 我不是年輕 你有沒有看跳衣帽 又吃狗肉 沒有人告訴我 又吃鴉片煙 對,鴉片煙 也有 有埋著館 還有一間叫鳳鳴雞記 雞記的埋著館 大家聽過 在整個裡面 叫鳳鳴雞記 加上一個鳳鳴的 很可笑的 是我們的檔口 笑死了 那裡過癮 做醫生 不用拿牌 所以做人拿牌 還有那時候 那些港英的警察不進去 據我聽聞 又進去 怎麼不進去 就丟你了 不要亂我亂世家人 他們有進去 就得到少許默許 他們就不可以拿 裡面的人上邀 但進去 但他們拿出來 替你生豬肉 知不知 有另外的方法 就是找一些狗狗者 打你 追你不要出來 就可以抓你 那裡一定要警察 警察合作 如果你不警察合作 你拘不拘到他 他找那些狗狗仔 逼你老母親出來 你明白嗎 一出來便拘捕你 那要嚴正聲明 那個時候 是講英時代事 現在不會 現在你們有 國安法23條 電影輪子 借屌你 你窩尿也不用怕 是啊 一定不怕 如果你窩尿 不是紅色 你也要小心 問你為什麼 你不夠紅 是啊 待會我們講講紅 喂 博士 這件事順便要說 以前有部電影 你一定知道 假如我是真敵 很久了 唐校長做的 很久了 很久了 我是影帝的 那部電影 現在不是以前 現在的世界 都在上演 你說法律真還是假 你面對政黨真還是假 政黨都有操守行為 你看柬埔寨的政黨真還是假 不是說你中國 一講柬埔寨 最好現在 逢是這些 紅色政權 古靈精怪 壞事 你拿柬埔寨來講 嗯 那你自己對號入座 就想好你的事 對不對 你整個柬埔寨的歷史 就是翻版來的 到現在 都要欺負多利 嘛 一九七幾年 又會上場 法國佬很安樂 那些人搞了 中亞地區那些人 以為掃柬埔寨殺鬼佬自己上層 便殺領了身家 唉呀恐怖 你香港都是這樣 由你回歸之後 那個經濟到現在 就是這樣 這間東西救命的 五億 救不了命的 在這裡吹水而已 你財政司 吊賊你財政司 不是吊你政府 吊他私人的做事能力 嗯 郭某人現在批判你財政司 做事是沒有能力的 嗯 才會累得到政府 糟糕 累得到 你有沒有中央頭痛 嗯 中央政府幾乎頭痛 弄得到香港 知道嗎 哦 頭好尺 不是的 不是開玩笑 你怎麼每天都要 你習大主席出來 你怎麼要見那個 見那個 是吧 這麼辛苦的 應該不用見的 你下方有見的 你香港不打 我前行 吊你 不用這麼嚴重的 你財政司 你怎麼欺騙 嗯 陳茂邦 人身鞠經理 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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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博士 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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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閃裡 就了解 射人 禁 pharmacy 中中亚班人很聰明,不是開玩笑,他們是靠這樣生存 是,讚完博士我讚自己,一兩年以來我一直呼籲特區政府香港要做晶片 結果真的做得了,我讀一段新聞 恆基哨業太子大少李家傑 他屬於一間公司,明年就做晶片,是富生資本 枯化出來的創科公司,一間採訪科技獨立出來做一個晶片 厲害,名稱是獅子山,這件事很厲害 到時你叫他們改了一個晶,不是三個人是一個晶 晶成一個晶 晶蟲的晶,是吧,祝他好運 世昇不對,就送軍平安、祝軍祖安的手筋給他們 不是呀,博士,我覺得香港真的是晶片之刀來的 為甚麼呢,這件事就跟這個國家的前景有關 因為現在傳了一個消息,我也只是說傳了 就是在2027年之前,中國就不用完全用美國晶片 人家給你用嗎? 人家給你用你不用嗎? 屌你有沒有些廢話來的 等於這些是小學雞,怎麼出來撈世界 知道人家不能侵你玩就自己說先嘛,是嗎? 不是我不能玩,是我不能玩而已 就是那些八婆淡女丟波 我飛你 你有沒有首先說自己飛人先,我不能撲街嘛 現在這個屌子,你想想中央外交宣傳部 這些都是一招撲咀來的 說沒有水平的 越搞越撲街這些傢伙 公開批判你們這些幹部 根據黨章國法 我有權批判你們這些共產黨員 你們搞什麼事? 不用說那麼多話嗎? 你不想賣給我,就偷賊你 一直在偷的 搞一些高級的東西 他們是笨賊的,因為你拍俄羅斯就行了 是的 那俄羅斯沒有晶片嗎? 那你照拿俄羅斯的東西放下來就可以了 差不多少了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他們特地要搞這些東西呢? 要來掃水 你想想習近平主席 宣佈自己做精兵之後 有多少國企、民間在拿國家錢來搞呢? 幾千間搞了,已經不見幾萬億了 已經 全民大連講嘛 是的 當年不是這樣推全民大連講嗎? 每個人都在整間廠搞出精 你有沒有一粒精都出不了? 唉,笑死你了 不是,真的一粒精都出不了 精一條毛啊,精 你有沒有過一個筆舉又怎樣出精啊? 沒有人才才是筆舉的嘛 是的 你說夠說有得搞嗎?搞一條毛嗎? 你看香港搞夜繃紛 你有沒有什麼鑊鑊搬那一檔出來都會繃喪 又擺白花又整個 我經常懷疑香港很多無間道的意思嘛 最常常的常識 你都不說 搞白花做花海的嘛 晚上 是的 弄藍燈籠在那裡 你老媽,你真是 李家超特首要看一看 你不可以不看的特首 很無間道 古惑仔 你有沒有害究中央政府 害究特區的 我們真是看見 又影響社會的和諧 又影響社會的安全 不出聲不行 又影響國家的形象 你搞什麼? 你特區政府不可以做事嗎? 你那群濕狗立法會議員 你沒有這群外國賊 那羊不用做事嗎? 另一題 于品海先生就破產了 即時破產 太遲了 是的,真的太遲了 太遲 搞好久了 你看過死人傷才行的 不要信他成了雙目失明 但是這個香港01 繼續非常之… 不是他 他是做代理人 是吧? 這個古惑仔 那時候中央 國家改革開放 就打開門 當然有些蛇和小蟑螂飛進去 這是很正常的 但有一件事最可憐 蛇和小蟑螂進來 蠶食了國家 否則你已經走開門 既然他會拎掉 那些幹部在這裡 你會否受罷 其他人很可憐 我會替那些幹部可憐 你又走開門 又會拎掉 你會否拎掉 你會否拎掉 怎知道自由世界有這麼多古惑事件 於品海當年做新聞 有個洪帝、古靈精怪 然後你又在碟溝金融 金融找他幫忙 台底過一棟 不用補錢給那些伙企做顯傘 這叫什麼大糕家賊 豺浪容 整隻豺浪容都在死人相 你又沒有拋妻器子扣母女 你又沒有別人殺人埋水 接著就中了一隻燕子招 豺浪容就被人騎著 豺浪容 還要做國學大師 豺浪容 豺浪容這些死人古仔佬 很多人登出來和應我 很多秘聞 我們最清楚 他是不忠不義的人 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了 剛才博士說了 現在是我們全港一片紅 有區議員金文徽 在明報寫了一篇文 金文峰 我錯了 金文峰 在明報寫了一篇文 很奇怪 就是這個標題很厲害 愛國者治港 就算愛國者專政 這個對我… 你要解一下 甚麼叫專政 這個我真的要解解 好多人不懂 你共產黨最厲害的說話 無產階級專政 共產黨人自己都未必知道 為甚麼 那你真的要解解 因為好多盲毛 現在要解解 是的 德文我不懂 因為當時馬克思就講德文 但英文我知道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很日本人過來的專政 是的 這個字本身是日本的 原文是日本 日本有很多字引過來 政治都是日本過來的 全部 因為在五四時代 未必懂英文 但多數人懂英文 全部日文 每個流逸 汪精衛也流逸 梁啟超 梁啟超也流逸 汪精衛也流逸 整班夾仔漢奸 我講講 趁著有很少機會 專政 專政 這個怎麼來的呢 在1870年時 法國跟普魯士打了一場仗 當時出現了包圍巴黎 因為是法國書 納波蘭第三 當時不肯投降 但哪班人在巴黎那裏 去抵抗呢 就叫巴黎公社 當時馬克思看了這件事 覺得很支持 就是甚麼呢 就是說到其時 這個無產階級的時候 就好像這班人一樣 叫無產階級專政 但這個字呢 在英文來說 我不知德文的原本 Dictatorship是獨裁的 就不是現在中文 日本人變專政 日本人變專政 這個意思是甚麼呢 其實跟馬克思原本說的 不相同 因為馬克思說 到了社會主義時是民主 有這個 大祸犯 大祸犯 大家有 但到了巴黎公社時不是 為甚麼有資產階級 對資產階級就不可以有民主 於是要獨裁 但是無產階級 對資產階級的獨裁 到今天就說廢話 今天還說甚麼 無產階級 你以為這個金文峰 有甚麼稀仔 說給誰聽呢 不是說給我們聽 說給誰聽 說給誰聽 我想座底都是 他好像劉淑儀的小子 是新民黨的 你說死不死 劉淑儀屌你 無緣端端屌你 老是笑無 臨路都被小子害一鑊 你打一封信給葉劉 問他甚麼是專政 他這篇文章也有引用到馬克思 但沒有剛才我們說的 巴黎公社那麼清楚 鄰新階級 這篇文從哪來 都不知了 現在香港就是搞這些 外國者專政 如果能搞這些 不如說這個階級鬥爭 是呀 現在都在搞的 是嗎 他這篇文章也是一般的 有階級鬥爭的 你不是外國者 有人拍板認同你 你下去投標 做甚麼生意都沒有份 你那篇文章也要DQ你 你不是外國者 那已經專政了 他沒有覺得錯 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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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文章 金文章 叫做欺文章 欺人來的 這篇文章 他讀完書 讀完書 讀完懵了 你怕共產黨不再死 這些是正式發展了國安法 分化社會 在香港搞階級鬥爭 搞共產黨專政 為甚麼先生說要開放門戶 堅持一國兩制 不變形不走樣 你搞這些就走殺樣 沒有的 這篇文章 他說明社會主義基本法 不能擺進來香港 寫明的 一國兩制 現在是違反基本法 你甚麼樣子 你找有識之士 檢查一下 他這篇文章 涉完違反二十三條 是嗎 還有他引述的書本 也不正確 引述欣格斯 是不行的 欣格斯是副手 引述 剛才我們所說的 馬克思語文 特首 你可否以為現在 立正如二十三條 你明報公不登篇 那些文章 算是怎樣的 是 很嚴重的 這些行物 你來香港搞甚麼專政 我們習近平大主席 都未說到專政這兩個字 別說是 是 你聰明我們習主席嗎 搞你科 是吧 他在搞毛澤東二世 我們習近平大大 我們支持的 你不是這樣搞 你怎樣清黨 因為毛澤東那把刀有兩邊 現在我們習先生在用毛澤東最漂亮的那邊 所謂支持的 清貪官 打兩省那些貪腐的分子 我們不支持嗎 支持 一定支持的 集大大萬歲 是呀 我們支持習主席托米 二百斤 當然啦 喜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大家跌在心水 捱過沖頭 你就日子好過了 一定不要轉駁 是 沒有人錯了 除了這件事 你知不知最近在大陸那些金譜 突然間 賣在那裡 炒銷炒銷 不是呀 走路 有些不是 有些賣假金 那些真是吵你 不要金包鐵 不是鐵包金 很多的 他們銀行賣出來都假 所以他在銀行買了 第二天你回去回 他不肯收 因為他知道是假 不只 現在是有那些外面說 跟你儲金那些走路 我就多了 直接在爆煲他們 他最好是走路 殺領了關人的事 然後你想想改頭換面 捉是捉不到 捉不到 特地不捉 因為捉回來天年多人 就是一個人做 新聞很多 我們簡陋一點說 因為預告我們就有甚麼 還有 國際方面太多新聞了 一件事當然最重要 就是俄羅斯的恐怖襲擊 這壹事真是很奇怪 剛好普京連任 照計莫斯科的保安應該相當之… 約錯過他們的情報 但他約了之後 會不會俄羅斯自編自導自演呢 現在還有人追查 因為他拿出來說 有個統一旗仔 17萬台幣 還未花5萬港幣 他採取這個行動 你說多便宜 所以你們這些有錢人權貴的人 不要得罪人 做這麼大的事 你也只能收到5萬港幣 你可否奪得你的命 你可否給了一萬美金的相片 你可否排隊排在西環尾 我們以前說過 這個世界沒有人兇的 一跟你拼命 你不能兇 我不知你屌你 你一萬億身家 我和你拼命 抱著同歸於盡 你不能兇 特別是你的政權一般 不是開玩笑 所以你從此和以前 都被陳勝吾說 怎會拼命你的政權 他一拼命 你是官逼民犯 你五萬港幣不用 他那個人在劇院的音樂廳 在劇院的音樂廳 死這麼多人 你看那些片段很恐怖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還有 拉上那幾件說 不是的 你見過那幾件 打到豬頭 有一個人拒絕二世出來 叫他自己吃 拉上了十一個人 是嗎 但那邊伊斯蘭的 ISIS-K 它說全部逃脫 拍照給你 所以你便要懷疑 是否怎樣脫經下面的人 我不要說是普經 是否下邊的人自編自導自演 這個真是要好頭尺 因為它為何要用K呢 你知不知道 那個是呼羅山省 在那裡應該是敘利亞和伊朗 不是 我K不是代表那邊 它是阿富汗的分支 是當年的 那個K是阿富汗 是阿富汗那邊 除了這個博士也有看到 美國巴迪摩爾那裡 那件事故乱怪 我到現在還未知為何 他想到他臨到之前 他會關燈 過了那套橋 就讓燈後撞到那套橋 現在有很多說法 你覺得腦亂了 我們中國人沒有人要開心 不是我們自己中國壞 那些外國人還壞 知道嗎 即是叫壞鬥壞 你用甚麼壞就說 入購外國人數 他們都做了 我們有甚麼所謂 有東西要賴 橋也撞到塌 我們都未夠壞 立即看到 整條不停塌下來 你這群忽然愛國立法會聽著 現在我們替你抄那些壞東西出來 你扮人用那些壞東西 他們的安全法比香港23條還壞 沒有人有的 這些事實是 不想給你擔保 無了期 美國國土法 當然知道 古巴到關塔南摩 拉著他 座底也十多年了 沒有理由 甚麼都沒有 甚麼人都不給他見 這些你們要引用 你那些外國人查 哪些甚麼議員 那講壞東西又說另一個壞東西 很多壞東西 有些人說壞東西 就不會觸犯23條 特別說外國壞東西 先說壞東西 英國王妃 生癌症 這個真是不夠恨 北家洛我妹妹不夠恨 很年輕 四十多年 他真的沒有覆 四十多年 如果有人認識他想出位 你認識王妃 拉扯倒的話 我出手 我發生事實是攀員 他應該有醫 我看到他的神情 很容易好 現在就說他是化療 化療 立即可以 你一直做 但要用別的方法 因為最近你的恩怨 你解決不了 你甚麼事都會死 你撩完 停一停 然後他再發作 如果他作怪 你立即死 現在不能夠用的 如果有人認識我們王妃 你通知台長 我打封信過去 你包他好 可以夠膽告訴你 我看他的臉色 不應該這麼短命 不應該這麼短命 因為他有屈結 他說現在全他老公有外遇 是的 因為他有屈結 所以化不得到 便會有癌症 癌症很難過癌細胞 心情不好 他會走出來 博士娜 你真的要花小時間 告訴大家 面對癌症 大家要怎樣去 你當他沒事 甚麼事都沒有 但你一定要轉變心情 立即看笑話 看笑片 看四仔 看AV女 總之 怎麽做人看 俄羅斯是怎樣治老人家的病 男人 找些美女給你 是真的 全部護士是穿比堅尼的 是的 讓你有生命力 有動力 長壽一點的 一定長壽 已經很長 但也要問博士一樣 你身上那條 怎樣稱呼它 你也有 我也有 你沒有說 如果有 我今天也會帶過來 你也叫哈達 哈達 跟我們往日戴的紅色頸巾不同 那些叫哈達 哈達就是 我們蒙古第一外交部長 我領事館開幕 那天有一句送給我的 在庫蘭華酒店 一個很崇高的禮儀 通常一般人送白色 是的 我是白色的 這是有一種力量 藍色在中亞和希臘那邊留過來 藍色是擋那個邪魔 所以它有城市的屋都是藍色的 記不記得嗎 藍色是辟邪的 辟邪的 因為現在我們感覺到香港 妖氣衝天 所以我要戴藍色的哈達 頂著 怕別人打我針 說我不肯夠愛國 媽媽 待會我會鋪一些愛國的東西給他們看 我們剛剛送完 我們在兒童百科傳輸 OK 通知我 那些地方全部收到 還好事 愛國有兩種 我們不理人 自己做自己的事 有些人要找口號 叫愛國做招牌 好像欺民風那樣的欺仔 搞搞愛人道要搞愛國者專政 就走火入魔 那些傻子 你找人通知欺民風那傻子 你說有人吵他 你說姓國那個 吵你了 沒有他年輕我成半 他出來單手打他 不要臭氣 他不笨上就 擺個擂台 吵你了 不要上天台 這些漆漆 吵你了 不要來香港搞專政 你怕習先生不敢投赤嗎 吵你了 你怕我們習主席不敢投赤 你先走來香港搞專政 吵你了 不要索瘋了 是 是吧 是 好了 最後這個二個 一樣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就是這個節目 阿博士很用心用力去做 梁府分水 你不要補充一句 你給的錢我們分的 同台長 分完我做幾個好事 除我心意做 做不做 你就當作是益我的 說完 我不需要用個好事招牌 要你捐錢 我大兩把錢 吵你了 你洗不完 因為我坑 吵你了 一天做 今天還要大兩把 今天最多是六十元而已 剛才我猜你看到的 妹妹 一瓶豆漿 一個椰絲包 二十一個半 今晚最多三十多元 我還在華裕傑 六條的橄欖店 吵你了 是吧 那這是甚麼錢 那是大把錢 知不知 這是奶茶錢 觀眾會問 怎樣付 我們現在有個QR Code 大家掃了QR Code 就可以付款了 但有些人當然問 我沒有 那大家等等 因為我們會處理其他付款的方法 沒有叫朋友按 你有心付錢就扔 你一定有辦法的 我叫做多傻儒 是吧 這句傻不文献傻 你可以不傻給 一樣那麼開心 就不要說沒有 又說不懂懂得按 你真是扣女的那麼傻傻 多計 找人扮傻那麼多計 你沒有砌人生豬肉那麼多計 這些傻的樣子 是吧 我們馬上變調的 你出傻了我嗎 有些人又說 你這傻傻的樣子變調 現在有23年 你這傻傻的樣子變調 懂得生存 你這傻傻不變 你跑出去出面 走到深圳 喊打倒共產黨 這麼害怕 好像那傻傻 說 傻傻喊打倒共產黨 我說你這傻傻 給你10萬元 你走過去喊一分鐘 走到深圳 走到深圳 你這傻傻 立刻收聲 他那傻傻 你這傻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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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就變得那麼笨 垃殺民主政棍 害人死的 不是說笑的 整個香港就被那些民主政策 特別大陸師那些傻子 是四兩檔一斤 害人到幾百萬香港人被人鎖著 用來螺絲 你別吐不氣 你臭氣 你出名你撞到我便要打你 你別用來下錶 是吧 你別自己身為基本法委員會 你別臭氣自己帶頭搞些細事 二十三條不早做 沒有便可以吐 當然還有這個學環節 我們吐咎你撞名 有沒有當分化 二十三條有沒有效 告不告我 你別告我便不吐你撞名 你別說明 國安處 你別說明 我吐咎你撞名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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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流行說這些 你做了之後才知道是否可以 不是啊 你是意圖 是意圖 是的 為何不可以告你 現在我便問你 我吐咎你民主政権行不行 我現在吐咎他們 吐咎你搞私奔 搞占宗搞成 吐咎你老母 我們是死的 你不能吐咎 你沒有大武士 沒有莊 那支五星熊一拆下來 便會有另一個威嚴 你身為大律師 這群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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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你不要插架在這裏 你不要在這裏搞搞震 是不是害臣 你便應該 對不對 他們很精彩 像張曉明所說 你還可以在這裏說話 即是應該殺你老母爹口 這是國家對你的包容 包容了 你還在這裏吃到一碗飯 你不要 現在國家也對張曉明先生也包容 你不要私骨無全 因為歸佬統治的時間 我一定會電給你 你以為你看到你想pri ellos 你那麼安慕嗎 你一樣會殺傻傻傻傻傻傻傻到整裏 那非中國特色 不是那些 你去那些的人的政權 跟它作對 你 estreと一定會害傻傻 對不對 那麼精彩的內容 大家記得收看《茶博士關》 你讲事实,你讲假话,你讲假话,你害死人的, 美国在做辣,我告诉你,我只是睡觉时讲, 你睡觉时睡觉时,你也不知那些险恶屌, 你不许诚为政权,全世界国家是这样的, 你移动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你一定会死, 有很多藉口杀你。 大家记得收看茶博士关第六十二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喜欢唱三首歌。 第一首,往事只能回味。 过去好好的,现在怎么变了样了, 所以往事只能梦里回味。 第二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歌词很有意义,恰到好处。 我不会唱,可是读给你听。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啊飞,却飞也飞不高。 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真是可忍。 这个是老板唱的歌,不是政府唱的歌。 可是,老板的三首歌最难唱,也就是《月亮惹的祸》。 目光版的歌词非常独特。 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都是月亮惹的祸。 并且有些人说,那是闪电惹的祸。 这是老板唱的歌。 政府当然也必须会唱歌。 所以我们也有三首。 第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第二首,我在你左右。 第三首,最重要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第一首,最重要的,明天是否依然爱我? 第一首,最重要的。 我现在就会唱歌。 我认为你最重要的,明天是否依然爱我? 第二首,最重要的,明天是否依然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 今天會和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人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人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紀圖你怎樣看? 這件事其實也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何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有些人就會去追求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按鈕 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鈕按鈕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